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個星期六就有南非的賽事,今天晚上舉行 跑了十一場馬,但三場都是不接受投注的 所以變相只不過是跑八場 主題賽事,但也會錦標和飛行冠軍錦標,兩場都是一級賽 今次選擇的場次是第四場、第九場和第十一場 第四場一級賽16米,7.50分開跑,1號黃金女主 1211磅一檔,溫底騎,背紋身馬房 這匹馬其實最近的成績 跑下來,自從十月贏完場三歲貼馬賽之後 吸制賽都很一般,得到第四 最近一場二級賽,還跑第六 你見到他回到沖啓場的勢,好像沒有他贏馬那樣好 近期的床體都是一般半隻,不過這匹馬都是三歲 2號沙漠奇蹟132磅二檔宋明倫 葛克馬房,這匹馬最近都連上名 今季十月一號復出,跑完第二 再跑一場評分條件洋榜賽回來,還有第二 最近兩場吸制賽回來,也有個第三上名 看看今場,繼續用宋明倫,有馬二檔,會不會在這裡再跑好一點 照計應該都是有入位機會他贏,可能未必是他的 但上名應該沒有難度 生學男心隊長,132磅三檔,霍雅燕,史萊斯馬霍 這匹馬是上季的南非馬王,其實今季一復出 一月一復出就贏了一場條件洋榜賽 最近跑完一級賽三圈禁錶 當然那一場跟芝馬鵬,其實他第二都不差 我想他都力球第三到贏這個禁錶 所以這個路程這個賽事也未輸過 看來今場都很大機會可以再贏 4號銀達令,132磅四檔反雙倍劇,史萊斯馬房 這批是史萊斯另一批參戰馬,最近成績都不錯 但是他自從上季季美人現場一級賽2000米 最近其實都得上名 回到來也有個第三 最近一場三圈錦錶 回到來也能夠跑到一個第三 都追著男心隊長那些馬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有機會 一樣是能夠上到名的,以近期的狀態 強索納特,132磅五檔,李景哥騎,萊爾馬房 這批馬其實今季跑下來就不太好 因為其實一月他未跑過馬 最近其實已經在10月11月12月跑了 但是最近那一場12月的三級賽 回到來也包尾,會不會以他的狀態 近期來說可能都差一點 6號小姐你好,1B111磅六檔 基根騎,斯萊爾斯馬房 斯萊爾斯的第三隻參戰馬 這隻看上去應該是一隻質素不錯的三水馬 雖然近期的成績就未見什麼突出 因為一月那場跑了一場王拳錦錶 二級賽回到來也跑比較差 但是當時是縮情的 看上去其實他應該跑回千六米會好些 看看會不會今場有機會有上名的機會 這場一級賽千六米其實應該是粒馬賽 而且參戰馬好少,只有六隻 怎樣選擇都應該是三號 藍芯隊長走投 以他上季還要是南非馬王這個姿態 再加上以他近期的表現水準來說 這裏來說應該最好是他的 我相信這隻藍芯隊長應該 今場大二門就一定了 我覺得走投是很重要的 所以三號藍芯隊長做膽 拖著一隻二號三號奇蹟和四號銀達領 其實三號奇蹟都是近方有水準之外 都應該最有機會挑戰藍芯隊長 反而銀達領我覺得有難滿的機會 因為其實以他的腳快 其實是跑千六米以上好些 但我覺得縮情跑下來應該都沒問題 看看到時這隻銀達領有沒有驚喜 那我今場選擇的就是三號做膽 拖二號和四號的 S1第九場 2000馬一級賽 11點10分開跑 因為黃金獨卡 132萬一檔 雙命倫劇 雙德仙馬房 那這匹馬其實就 拿著兩個一級賽在手 但最近跑下去就一般的 十一月那場三級賽上完名 最近十二月跑一場二級賽 都只有第四 最近一月還跑一場一級賽 就只有第七 好像越跑越差 看你這隻馬金磊的狀態 都是一般般 但這個路程其實反而適合他的 因為那兩場縮情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上到名 二號屎立比 173磅二檔 基金磊 克福特馬房 這匹三水千馬其實已經贏了兩場一級賽 最近那場還贏 剛剛上一場的藍心隊長 就是輸了給他 看來這匹三水馬應該都頗厲害 而且也揹著這麼輕本 因為有分靈樣本的關係 這一場馬絕對不可以看少這匹二號屎立比 三號馬麗娜 177磅三檔 盜尾爾騎 半民生馬房 這匹五水千馬 就去年這個賽事跑第八 最近其實狀態都可以 但上一場三圈錦標相當之失望 回到來幾乎包尾 只有第六 這次又要再跟史立比賽跑過的話 我看不到他有反超的機會 四號黑艇 132磅四檔 霍雷營騎 史內斯馬房 這匹馬最近就相當之高 11月一開 即復出的時候 先贏一場三級賽 上場再跑一級賽 回到第三 而且兩隻馬 1800米 2000米 可能會再好一點 1600米 對他來說是比較短的 所以變相 今場絕對有機會 可以補得中 這場二千米一級賽 武器炮水 17磅五檔 關銘樂騎 各黑馬房 這匹千馬 的成績其實都不錯 但我覺得 十一月 尾那場 一級賽 回到來是差一點 二千米 但之前二千米 他沒問題 最近那場 一級賽一樣 都是曬犬感 回到來又有第四 看來的狀態應該都 有點飄忽 有點不太穩定 但這隻 氣炮水 應該照到你二千 對他來說 還可能嚴短一點 因為正常應該 他再跑長一點 這隻馬 六號科美迪 132磅六檔 雷景分騎 Hello 佛及瑞美雪馬房 這隻馬 是南非的頂級明星馬 今次是力求遺免 而且也是今次的奪貫分子之一 之前其實跑下去都不錯 十一月復出 先來跑第二 然後十二月 跑了一場二級賽 並且上到名 上場一級賽 回到第四 差一點 追不及 但末段的走勢 相當強勁 今次來說 狀態有fit之外 機會都不錯 七號宇宙 131磅七檔 莫偉耀騎 馬洛斯馬房 這隻馬 其實今季跑的三場 都是志在熱身 主力是 佈這一場馬 你看到他的做法 功夫 而且這隻馬 逐漸增程上來 跑二千馬 他也跑過這個路程一次 上個名 看來這隻四歲馬 都很希望能夠 這場賽事隊 能夠交到好表現 八號載獻光芒 132磅八檔 範德布 騎斯萊斯馬房 這隻八歲老馬 其實第五次跑的 但是 每次跑到 都很近 他雖然未試過大敗 但要他上名 贏這場 都有點難度 二千米 其實對他來說 就不算特別好的路程 他雖然 跑六次 上過兩次名 但是 始終覺得二千米 不是最佳路程 這場來說 是有難度的 家豪納斯 132磅九檔 M亞利騎 斯萊斯馬房 這隻馬 是七歲馬 但是最近 其實都跑得不差 十二月 復出跑完一場 二級賽贏完 然後 在一月頭 又再跑一場 二級賽總理禁錶 回來 都叫做 跑得近 是輸給王族 以他近期 這樣的狀態 走勢的話 你說要他這場上名 應該是不難的 但是贏就有點難度 十二街 帕提拉 131磅10磅 密都華奇 克福德馬房 那 這隻馬 雖然質素不錯 但是近期 尤其是今季 跑下來 兩場都跑得比較差 一點 十二月跑了 第十 最近一月的一級賽跑 就是第六 經常都跑得差 你可以說他當熱身 但是這隻馬 沒試過在千龍馬以上的路程 是有好表現過 這次還要跑到二千米 其實都幾難跑 第一次上來真正跑 所以我覺得這場來講 機會都比較差 11號水梅子 131磅11檔 鄧尼心騎 曼加特馬房 這隻馬 轉了馬房 距來這裡 第一次跑 最近 十一月 十二月都有跑過 但是十二月那場 二級賽 回到第五 都叫做追兩步 但是其實 一般地 也都賽後有驗過 都驗不到他有什麼問題 那 而且這個 轉了這個新馬房 其實最近都是爆冷 贏過一次千龍馬一級賽 但是 你說冷門來講 你試試拖下他 但是 你說要上來跑二千米 對他來說 都有一定程度的考驗 十二日 木塔立 132磅12檔 史卓動騎 曼加特馬房 這日馬最近 剛好爆爛 贏了一場一級賽 正正正剛才講的那場 千龍馬一級賽 被他爆爛贏了 但是這次馬 跑千龍馬以上 其實是一般的 而且 尤其是跑二千 跑過一次 但是完全沒有表現走勢 你這次還要排十二檔 會不會再有機會被你爆了 我看不到 因為始終 二千米 今早賽事 其實都有很多對手 十三號戰心 132磅13檔 夢加劇 史萊斯馬房 這隻馬 最近跑下來 總理錦標 也有第三個 也算是有追幾步 因為其實都留得比較後跑 但是 上到來那個分 其實對他來說 我覺得很順順地 當然 若然遇到快步速 上場 遇到快步速 追得近也不奇怪 但是是否每次都這麼幸運 有快步速 讓他追呢 而且他也是第一次跑二千米 十四號海西 一八十九磅十四檔 李景國劇 科生馬房 這隻馬 這個路程也是第一次跑 但是他有另一個頭銜 就是上季 南非最佳兩歲馬 今季十二月 都跑過一級賽的 和這三歲馬 好望國堅尼 回到來 也有一個第二 那麼 這個路程一樣 都是要增情 沒試過跑的了 看看 但是 會不會 增情對他來說會好些 因為始終這隻馬 增情來說 應該適合發揮多些 但是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隻馬 是第一次 跟年長馬跑的 他之前都是跟同齡馬跑 所以變相 有幾個考驗在這裏 這麼熱 我覺得好像差一點點 十五號 荷蘭雨飄 一百十六磅 十五檔 哈賓騎 泰利馬房 這隻就 上季的南非千馬三貫大賽得主 但是 今季跑下去 就是一月那場 三圈錶 反對來 我覺得走勢 就相當之一般 沿途都跟在後面 反對來 完全沒有表現走勢 看來狀態 應該都還未回復得到 我覺得這隻十五號 荷蘭雨飄 這次機會都相當問衰 十六號後衛 一百三十二磅十六檔 奧飛騎 馬超二馬房 這隻馬去年就是這個賽事的貴軍 來的 上場 今季來說 跑得比較近一點 跑了一場千六米一級賽 但是 還是只有第五 但是這個路程 他相當之盡 跑了三次 兩面一個第三 會不會上來二千米 適合發揮一點 絕對沒有冷門機會 可以搏下他上名 十七號王族 一百三二磅十七檔 威逆搖騎馬超二馬房 這隻馬上場又會剛好回來 跑了一場二級賽總理錶 就贏得到 贏納斯 戰身的狀態 真是回湧 如果保持得住這個狀態 這個路程也沒有問題 他跑兩次 兩次都跑得容易 所以 以他上次這樣的走勢 今場來說 這個四十倍是真的值得博的 但是當然 是否真的可以這麼有魂 可以用上 就是狀態可以保持得到 可以拍上次的走勢 就真的很難說了 十八號寶藏王 一百三十一磅十八檔 溫特騎 絲頂二馬貨 這隻馬上季的時候 就在冬季的系列 頭兩關贏了 但是之後就 無以為計第三關搞不定 今季跑下來 就不太好 一月的場中 你錶錶回來 近乎包尾 看來他的狀態 都未去到最好水準 今場來說 除了提升狀態之外 還要交出這些 很進步的表現 才有可爭 19號盡全力 130磅十九檔 馬尼奇斯洛斯瑪霍 這隻馬金貴跑三次 三次的表現都相當之失望 每次都在後面回來 沒有一場有走勢表現過 無論是狀態 能力成績 暫時都未去到最好水準 之餘 你還要排著最外檔 都其實挺難跑的 所以變相 冷碗 是絕對適合的 但是你說要搏它 就不太看到機會了 這場二千米一級賽 總共有十九隻馬跑 你以為在這裡選擇 幾隻馬比大家 其實都有相當的難度 而且 到時最重要 是留意 場地 看看前面 那些場次 到時是離放頭 離什麼跑法 因為我覺得 始終南非那邊 跑的地 會不會側重 可能放在前走 或是側重在後面 最多都不奇怪 而且你看到 那幾個馬房跑 好像什麽史萊斯 克福特 那幾個馬房 那幾個馬房 都是頂級馬 變相要選馬 多數都是這些大馬房 先選擇 那我會覺得這隻十四號 雖然剛才我就 比較彈它 海西 因為它是三歲馬 你上季拿著最佳兩歲馬 今季能夠 在一場同齡馬的一級賽 都能夠上到名 今次試試挑轉一下 這些年長馬 那你說 前景計算素 這就是最有機會 那所以變相 我就將它走投 然後選下去 就是 一學黃金道卡 因為最近 雖然你說 表現成績不太好 但其實都不是跑二千米 我覺得它二千米應該是最好發揮路程 那而且 你都是球 不一定要贏的 對不對 你還有一個一檔 那你上到名 這些又分頭十幾倍的 都抵薄的了 那二號屎納比上場 就贏得出色 而且近期是四連勝的 那所以變相這隻馬狀態 好之餘 另一樣就是有氣勢 因為它連勝的 但是為什麼它擺後一點呢 就是因為 它是第一次跑二千米 就是要增情 所以這東西都是一個 要挑戰的地方 好在就是抽著二檔都幫到幾多手 那另外的三隻 四號、七號和六號呢 其實四號就是大熱門來的 但是因為 一樣 它最近贏完馬都不要緊 因為它跑二次 其實就比較少些的 跑一次 就跑第二 但我覺得這個四點一倍 會不會太熱 所以變相擺後一點 那六七兩隻 宇宙和科美迪 其實兩隻都是藍本來的 但我覺得 它近期跑回來的表現 水準都不差之外 其實都有可博之度 在這裡 又有陪勒給你博 那四連環四重 所以等著這兩隻 到時Founder有在的話 都是一個不錯的派彩來的 我相信 所以今場的推介 就會是 十四號一號 二號四號 七號和六號 多謝大家 S1的第十一場 千二米直路賽 12.25分開跑 一號密換星儀 118磅一檔 斯特蘭騎 波士馬防 這隻馬 雖然近期都長長跑得近 但都一樣 仍然未拿到它第二輪 而且今場的實力 對手都相當強勁 所以變相 在這裏 你說要它 能夠在這裏拿第二輪 是有一定的難度 但上名應該都有機會 一號確定性 132磅二檔 關兵樂騎 科生馬防 這隻馬上場 竟然有些驚喜的表現 這場直路賽 反對有個第三 那會不會直路賽 才適合這隻馬的發揮呢 當然啦 你要在這裏 有好表現的 你一定要跑出 跟上場一樣 那麼好水準 才有機會 3號莊自然 118磅三檔 李景哥 斯萊斯馬防 這隻馬其實都保持有進步 你見他10月 贏了一場 這場黏馬的羊賽 最近逆食 也都 在這場黏馬的80分 羊賽 反對都是個第二 而且他跑直路賽 可能都會比較好 轉彎好些 那 那 但今場呢 要跟 紅馬對決 的確是有一定的難度 那 看看李景哥 可不可以幫這隻馬 交流一些好的表現 高的水準 回來了 4號美國願望 133磅四檔 基金騎 金米亞馬防 這隻馬呢 早前做了閹割手術 但一復出即贏 還要是 贏你五個多馬 上場都相當之厲害 我想今場這隻美國願望 應該都是爭勝要果之一來的 絕對有機會爆冷 我想臨場應該沒有15倍 這隻4號美國願望 機會 應該都是今場來說 我覺得最有機會那隻 5號查理馬龍 127磅五檔 溫特騎 背紋身馬防 這隻馬 其實最近 回來的表現成績是一般 雖然說 11-12月 都能夠一場win 一場上到名 但在微勝馬賽 低分洋賽 上次反而跑場 評分限制 平榜賽 立即就不行了 所以變成來到這道跑 對他來說難度都相當之大 洛帕特吉斯 117磅六檔 霍勒現劍 斯萊斯馬防 這隻馬 最近 一轉戰去 平榜賽 也有好表現 Finder也有第二 雖然輸給前面那隻輸過幾碼位 但最後 在後面都肯追上來 湧上來第二 其實都頗吸人 如果今場 他的狀態能 繼續維持到上場 這樣的話 這場你都不要說 沒機會爭 7號布里特 1112磅七檔 威逆耀騎 胡德鳳馬防 這隻馬上場 跑場1400米的 左轉賽時 回到來就不太好 但之前跑那些直路賽 其實都頗好水準表現 如果繼續用他的前置 跑法 在這裡跑這場 1200米的直路賽 可能有機會讓他放下放下 有一直位置都不出奇 8號效應 135磅八檔 奧飛騎馬超爾馬防 這場馬最近兩場都贏 雖然說贏就贏很多 但都是叫贏 也都是贏21200米的直路賽 所以變相 在這裡來說 你都不可以說他沒機會 當然 今場的實力 即對手實力 一定是不同了 跟你之前跑過兩場 但起碼說 1200米的直路賽 他都連贏兩場 憑著這個氣勢 有沒有機會在這裡 可以拿到三連勝呢 加到奇實卡 136磅 9檔 凡得布騎 霍威爾馬防 這隻馬 自從贏完那場 未勝馬賽之後 都未再交過馬 最近 排的賽事 全部都4455 有上到名 能力 我覺得會比這裡低一點 雖然他的評分是高 但你要這樣縮情下來跟你跑 但好像 他好像 他上次跑那些 千龍米 現在變相 好像下班回來跟你跑 但我會覺得 你背著這麼重磅 而你在上面的班 亦都不是特別好表現的話 你下來跟這些馬跑 是不是真的夠跑 都要看過才知道 修法舞蹈大賽 133磅10檔 莫偉堯 馬洛斯馬防 這隻馬 又是做完閹割手術 一上陣回來 也有好表現 最近兩場回來 也有第四 也跑得不錯 而且這個路程 對他來說 應該是最好 適合發揮的千葉馬直路賽 現在有21倍 絕對是黑馬分子 這些拖著都沒有防 9號維特斯克 128磅11檔 蜜都滑 黑福特馬防 這次馬出賽跑兩次 很少 還要是澳洲過來的馬 上場跑一場未勝馬賽 回到來也挺輕鬆 會贏得 第三場已經跑這些賽事 對他來說 一定是有一定的考驗 但是上場 雖然說力拼才贏 但那場的水準 之後輸給他的馬 是證明自己的 所以上場的水準是不差的 看這隻馬 除了前景 應該相當不錯之外 潛力也不錯 會不會在這裡也有機會可以在這裡爆冷呢 12號蜜高之逃 135磅12檔 到尾伊劇 背紋身馬防 這隻馬出道第一場 就能夠贏到1000米的賽事 但是之後再上去跑其他路程都一般 接受完閹過手術之後 今場是復出賽事 看看會不會有驚喜 但這隻馬是12米 其實他跑過兩次了 但也沒什麼表現醜 那會不會其實最好路程是1000米呢 13號銀山文魚 125磅13檔 艾雷斯騎科生馬防 這隻馬近期的成績看上去都是比較差 因為他最近11月跑完 其實都隔了幾久沒有跑 這隻四歲馬的評分 已經跌到新低73分 因為其實他之前3歲的時候是上到96分 看來這樣減分化下去 這隻馬無論是狀態能力 都好像有點退化 14號逆轉勝133.14檔 蒙家騎士定二馬防 這隻馬上場就終於贏得回 因為其實都有一段時間沒有投馬交出來 一樣都是跑1200米的直路賽 而且這場屬於是樂斑和你跑的 但會不會在這裏 憑著上場贏馬的氣勢 在這裏和你爭爭 當位來說沒什麼所謂 因為千二米還要跑直路賽 14檔就14檔 但以他近期的狀態水準 你都不要說他沒有機會 15號刊達利118磅15檔 但尼森騎士肖家營馬防 這一批又是接受完英國手術 今場做復出的馬 之前那些馬跑下來 其實可能因為受到 他沒有一味煙 那些情緒的影響 就不是很穩定的跑得 但尼森騎士肖家營完第一批 是否真的可以馬上交回 都不是每隻馬可以的 但這個路程其實 他跑五次都 一邊一個第一個第三 其實就很好水準的 但因為剛剛尼森騎士肖家 復出第一批 你真是不知道這隻馬 跑得到多少 那麼 那 藍門的是對的 就先拖住 這組千二米直路賽 有15隻參戰馬 其實就不算很多 但你說要選下去 其實都 有不少馬選得下手 我一定是拖著四號美國願望 剛才也有說 這隻馬 一閹完復出 都能夠這樣輕盛你的話 我覺得這隻質素 應該相當之好 所以四號美國願望 我一定是走投 再來 這隻莊自然 其實近期的表現 都相當之好 但唯一要擔心的 就是他今次 要和你一班紅馬跑 因為他主要之前 只要和一些癡馬跑開 但我覺得這隻莊自然 近期狀態 都不錯的情況 絕對可以擺前些 即是選馬來講 可以擺前些 再來選擇 便會選擇11號 維特斯克 又是 跑兩場都已經這麼好 表現走勢 還有一隻進口馬 澳洲進口馬 我覺得這隻澳洲馬 應該在這裏 都有不錯的機會發揮 而且賠儡上也挺吸引 亦都可以搏得過 因為我覺得大二本 我看不到他 真的有這麼穩固 這十號武道大賽 其實近期很一般 但是 因為你看見 他跑直路賽 都能夠跑得接近 反而跑轉彎 那些賽事很一般 所以變成 今次又過來跑 12號直路賽 我覺得其他馬 選不下勢的情況 這些難滿二十多倍 可以搏 你跑到位置 你未必搏得到他WIN 你搏他上名 應該難度不大 最後才會嫌 1號布里特 最近又穩定 連上都名 最近那一場 也有第四 但是直路賽 真的表現會好些 他11月的時候 也贏了一場 12號直路賽 但是上去 跑14號 左轉彎 回來也有第四 也算不錯的 但是如果用回他的前置 跑快12號直路賽 會不會真的讓他放下放下 回來 拍到一隻位置 一定都不出奇 因為都是那句 這些馬 有賠償給你播 還有三上馬 其實都未來 看得完 還有這隻馬 變化地一樣 跑得到 我覺得12號直路賽 是這隻馬 最佳出路 所以變成一抽 我都會選 我最後 今場選的是 4號 3號 11號 10號 和7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